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的宝格丽酒店 一直听说宝格丽酒店特别有名 今天咱来打卡一下 看一看它的房间环境 体验一下它有名的下午茶 为了这期视频的质量 我选择了一个风景最好的地方 这个房间真是老贵了 我可能拍完这期视频要断更三个月 为啥呢 跟人家酒店都联系好了 拍完这期视频在这洗三个月晚 这样算起来的话 工资也不低 为了配合这期时尚的气质 阿星也打扮了一个潮流的装扮 比如说牛仔裤的脑痒痒非常的方便 这种烂烂的感觉 时尚咱不知道 你还别说还挺凉快 透风 因为价钱有点贵 本来我联系到两个好姐妹 Cindy和Mary和我一起拼 但是她俩一个人只愿意出200 一个人就想出50 你说 我就不差你俩这250 好 不给大家开玩笑了 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房间 人家宝格丽这个环境还是一等一的 你看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 往里头走这里就是一个沙发曲 在这里可以会客 还送了欢迎水果甜点还有水 很贴心 这里有些洋酒千万不要喝 为啥 因为太贵了 这个小冰箱里零食是收费的 还有这三瓶酒是收费的 剩下的这些软饮料 包括这么多的啤酒还有果汁 全部是免费 5 6 7 8 总共有十几瓶加了两瓶 这是要喝死到这儿的节奏 这上面还有两本杂志 全都是带宝格丽的这些明星 我刚才随便一翻翻到了麦当娜 麦当娜抹啥 我抹啥 这里就是洗手间 谁家的浴缸 我们在这里看见外摊三件套 我看也只有这 这浴缸特别大 哎呀 像我这汗鸭子 我都不敢进去 必须带上我的游泳卷 这还有一个两人味的洗漱台 你看这水 一扭它就开 一关它就停 非常的利索 这里还有一个电动马桶 特别好 一开它会迎宾 看 自动打开了 虽然我看里头这个环境还挺大的 但是两三个人上厕所 还是比较费劲 当然这里的设施和环境再好 也不及这美丽的风景 今天晚上我是准备不睡的 准备在这看一晚上 要不然划不来啊 现在就到了宝格丽的47层 是专门喝下午茶的 它这有个菜单 可以单点 但是我们两个人 我跟摄像要了一个两人的套餐 咱先就等这个套餐上来 这风景还是不错的 咱们吃 这的话是树梨酱 陈克战义的银汁奶油 这边是我们的维克斯餐饼 先不说味道咋样 你看人家这 看起来确实很精致 很漂亮 怪不得大家都在这啪啪开招 咱吃吃前也得拍个招 今天把时尚的烂裤子给拍一下 还得端个这 这样 挠着痒痒 这里拍招施展不开 本来可以在楼梯上 但是今天人家楼梯是维修了 所以说 咱这感觉不是很美 所以说姿势咱得 妖娃一点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正经点 刚才小姐姐也给她说了 要从底下往上吃 它是还有顺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标准的英式下午茶 还是挺讲究 这以前是贵族人吃的 这是阿星也来体验一下贵族人的生活 饮品有两种选择 一个就是卡布奇诺 除了咖啡还有一类是茶 这个茶是直接浇奶上去的 在以前英国贵族 争来争去 争啥来 到底是先倒茶还是先倒奶 就这个都争了一个世纪 有钱还真是酱油 越有钱越咸 少来一点 阿星也是现学的 才不能露窃是不是 这也是知识点 搅的时候不能转着圈搅 你要这样一字形 前后 前后这样搅 搅两下就行了 往这一放 拿的时候不能手穿过去 就这样捏着 看 这还挺沉 一般那些贵妇咋捏起来的 这么重 就这样捏着喝 不撞不撞 味道好极辣 反正喝着就是普通奶茶味 好 荷兰口咱现在从下往上吃 这个司康饼本来是应该放在这层的 它现在是单定出来了 咱先尝尝这个 直接上手去 这个名字也没记住 反正是鱼籽酱 这是鱼肉什么玩意 尝尝 闻着还很腥 味道还可以 我觉得鱼肉还挺好吃 鱼籽酱的味不是特别浓 贵族 咱要像贵族一样 为啥说这是英国贵族吃的东西呢 因为贵族有钱 有钱就有时间 人家中午午休 起来之后吃点点心喝点茶 但是你不要感觉这个就很高浪 很洋气 很多这些小姐姐 名媛来这拍照 其实在人家上海本身 人家本地也有自己的下午茶 以前的时候这大多人家 有钱的家庭怎么吃呢 中国人也睡 睡起来人家吃点蔬菜点心 来一笼小笼 再来一碗馄饨你发明 所以说没有什么讲究不讲究 你只能说这个很精致很漂亮 但是你说它有多高级 中国人历史上也吃下午茶 其实这个下午茶就是晚上正餐之前 饿了垫点肚子 也没啥高级的 咱中国人也要对自己的文化自信 咱也有 不过确实是没人家这个精致是真的 再尝尝这个 感觉像个虾肉 这个不好吃 酸不溜抽的 这个点心看着就很精致了 夹心的 来尝尝 这个味道好 吃了这么多 这个味道是最好吃的 说句良心话 我觉得它这个味道还可以的 很多人说它家不好吃 可能你是真没吃 人家现在名媛拍照都高级 怎么区分呢 就是你吃没吃就区分你 拼没拼 再尝尝这个 这个看着颜色挺奇特的 太香了 全部是开心果的味道 还是开心果酱 要么是人家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 与国际皆亏 很多讲究的人 洋派的人 除了吃下午餐还吃啥 吃brunch brunch是啥呢 其实是早餐和午餐的一个结合 现在有很多店 它每天都卖brunch 这个就是不正经 正经是啥呢 只有周日的时候才有 这为啥 从西方国家传过来 周日的时候大家都休息 就上班了 白领在家睡个懒觉 前的时候就接近中午 接近中午的时候 咱就早餐和午餐一起吃 就叫不让吃 不过现在传到中国也有点变味了 现在人吃不让吃 也是只是为了拍照 就跟吃下午茶一样 人家是精确的领会到英文的含义 不让吃不让吃 就是不让吃 可不就不让吃只能拍吗 好 吃完饱锅里下午茶 这还有一顿 而且更加丰盛 这顿饭是咋回事 定这个房间 它会有一个24小时的早餐 虽然说是早餐 但是你随时叫都可以 现在是晚上咱就当夜宵吃 因为这会肚子饿了 但是先别吃 虽然它很丰盛 咱书接上回 把宝格丽的下午茶总结一下 阿星吃饭可不是两嘴一扒了就完了 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在这吃下午茶的时候 有一种自我意识 它整个环境也给你带来一种 传达一种意识是啥的 就是当你看见这些墙上的照片 成功时尚的女性 当然没有什么男人的照片 因为宝格丽下午茶 专门针对女性的 人家这个价值观也是传递给女性 是啥呢 就是新时代的女性要时尚 要自信 要独立 通过自己的奋斗 能获得更加精致的生活 不是大家想象的 把这当网红帝 过来拍张照片 发个社交媒体 好像我就很棒 我就成功了 这是错了 其实要我说的 欣赏美丽的夜景 吃这种早餐 比这个下午茶更加的得劲 为啥呢 因为能吃饱 这个早餐是个二人套餐 我点了一个中式和西式的 是啥都可以尝到 先尝一下这个蛋卷 加了肉馅的蛋卷 看着非常美味 里这个蛋特别嫩 还有上海特色的油条豆浆 就差个大饼了 泡一泡 吃了一整 还是油条豆浆适合阿星 你看这多贴心 还有点咸菜 再吃个香肠 来个番茄 最用心的时候 含有上海的特色 小龙汤包 不过很少 就三个 先来个一口闷 包子感觉点外卖回来的 应该不是他家宝格丽的吧 这太好吃了 这太好吃了 点外卖 外卖 虽然宝格丽体验很棒 也很优秀 但是不适合阿星 为啥呢 因为我要洗三个月盘子